我们这个叶报山 这两种语词 就跟瞎子一样了 盲鸣 二种语词 因为我们过去起货 造业 有这个报山了 有这个报山 但是我们现在要 翻眼成镜 翻眼成镜就是 出家修行修当 恢复我们清净的 本来的面目 但是这样呢 所得到的 现在得到清净啊 心里的弥难 这可什么药来治呢 但是主要是呢 世间药不香 这种法药 心病 还得心来医啊 世间病对报山可以用药物 心的 心的要用法 要用法来医 明见十方主要神 得清净大悲仗能以方便 令生信节 这是解释的 无奈见大悲啊 其他的那主要神 不就不做解释了 将来也不要补充 把它撂过去了 无奈见的大悲 无奈见的大悲啊 那就是智慧的大悲 般若大悲 清净的大悲仗嘛 大悲仗里的寒常都是大悲 这个大悲是什么呢 令下众上 升信 升节 信什么呢 信清净 解释清净的大悲仗 清净的大悲 这个大悲是纯粹的 把众生苦的 给众生快乐的 不是的耐见大悲 是有智慧的 是般若跟大悲合合的 般若智慧的大悲心 这就是得 得 这种大悲仗 令下众上 能够得生到信节 信这种道理 明白了这种道理 而后他就去行 行就是他修行了 行就是做了 就做了 那么 那这种的药物是什么呢 是法药 法药就是 对着你这个病的 慈悲是对着不慈悲说了 你没有大悲心 换句话说 处处给自己打主意 怎么自己 让自己身心舒服健康 从来没想到别人 这就是没有大悲心 处处想到别人 忘了自己 在做这件事 你能这样做 你能这样做 在这件事你是菩萨 另一件事 净为自己打算 想不到别人了 那你就是重伤 我们这一天当中 不知道要生过好多次的反复 是大悲心升起了 或者看到佛的教导 或者你看经也好 听到讲义 讲说也好 大悲心升起了 一切就给众生着想 忘掉自己了 你就是菩萨 一念间这样做 这样想 就一念间的菩萨 那你念念做 就是念念的菩萨 今天做了 今天是菩萨 明天不做了 明天就不是菩萨了 再生害别人的心 那是罗草了 不是菩萨了 这学佛者 是从他的心地 就从他心来来 观察 观察每个人的时候 不要看他的现象 在社会上说 看他的本子 在我们道友之间 佛教来说 要看他思想的活动 思想活动 你看到吗 他会表现的 表现的 观其面而支持心 你看他脸 看他眼睛的活动 知道他心里在打主意 好的主意 对坏的主意 他会告诉你的 好多人因为我是机密 保密 反而我心活动 你不知道 如果你稍微的 定功稍微的有一点的 定功身子的 他全告诉你了 他还因为他隐瞒 没有秘密 这个不是得神通 得了神通 不需要说了 如果你的心 你经常这样观察别人 散乐 或者怎么样思降 怎么样使他得好处 你观察心里的变化 这是练习神通 不是具足神通 普发微光主 主要神 方便令佛 方便令念佛 灭下众生病 这个主要神是什么药呢 那个念佛的药 现在念佛 这个药一给他吃了 他就把一切的那些个 烦恼病啊 贪神痴的病啊 就泄脱了 所以世间的医生 聊字的时候 是他的世间病 除世间的业 他消不了的 如果他先念佛 因病而念佛 当他病苦很重的时候 你跟他说念佛 念佛呀能是你病减轻 痛苦减轻 得病烂头医嘛 在痛苦当中啊 只要医生说什么 他信 这个时候他信 他一念呢 效果很好 病好了 不念了 再有病了 再会念 病好了也念 你跟他说了 病好了 你别忘了 再造成念 念完了之后 不害病了 不更好吗 这个时候 就是佛本身呢 大家知道 学佛的人都知道 佛有无边相 无边好 说三十二相啊 八十种好 不一定的了 多得多 还能放无量光 还能放无边光 光就能奢受一些众生 咱们是阿弥陀佛 咱们是翻到咱们 华言就是 无边光 无智光 无量光 无量寿 翻译很多 都是无量 无量 普遍的意思 当你念佛 你心里想着佛 佛的功德 在你念的时候 念佛 佛的功德 你就有了 但是你念念的不离心 念念重心起 这叫什么呢 这叫三昧 大家不要都得三昧嘛 这叫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不是口念的 是心念的 心念的 那令一些众生 神病都消了 生灭的病 神不断把病消了 不死都消了 奋断生死 变异生死 二十荣亡 所以 这个方便 什么方便呢 念佛的方便 把一些众生病啊 从根上就给它取消了 是十种主要神嘛 不是一一一讲的 大字是这样子 大家知道 这含义就行了 以后这主要神 主地神 主什么山神 主灵神 神还很多呢 大字都是慈悲惜舍 他继位上 利益众上 都是这些 而是 吉祥主要神 成佛 威力 骗观一些主要神众 而说 诵严 这是战断佛的 这十诵都是战断佛 无来智慧 不思议 虚致一切众生心 能以种种方面的 灭笔群迷无量苦 佛的智慧是不可思议的 什么事实呢 知道一些众生心 而且知道众生 用什么方便得度的 以神方便法门 斗他 灭他那个无量的苦难 奢侈他 大雄散桥 南车亮 凡有所作 无空过 必实众生 祝苦灭 赞叹林神能无词 赞叹林主要神 得到一个光明色受 重伤 你见的没空过的 见的就得好处 什么 那寺庙的大型宝殿 圣殿都叫大型宝殿 什么样才是大英雄 佛成为大慈 大悲 大英雄 大嘛就是伟大的 在佛教讲的伟大的 在世间宝殿上说 大嘛就是 形容这个人格的 很伟大的 兄弟世间成的英雄 佛教出世成事英雄 这是佛的德号了 因为他具有的大词 大悲 大字 有这些个力量 能降伏摩金 以降伏的意 称他为大兴 大兴 如观祝福 法入寺 往昔 勤修无量节 而以众所 众有 无所拙 此地光 所入门 离尘光明 主要神 他 欠华以送上 观佛的法 替观法王法 法王法入寺 法王法是什么样子呢 根本是离言说 离切行为 离切言语 言语道断 心形处灭 文书十里菩萨 在佛圣座 是念那个 开经纪 法院荣耀中 当官第一替 替观法王法 法王法入寺 五官祝福 法入寺 完了 佛也没说法 佛就下座了 大家就观吧 祝福 法入寺 什么样子 没有言说 没有行动 当可意怀 不可言传 言语道断 心形处灭 这叫不思义 义是言语 思是心 说不出来 议论不出来 想啊 也想不到 只是理了 思又不是这样子 这随缘吧 缘起诸法 往昔它是无量节修成的 才正常的佛果的 所有一切世间的有法 他不起执着的 与法无所着 法王法入什么样子呢 无一切无着 无四相 离百飞 这是无哪相 无仁相 无纵生相 无受者相 这叫四相 百飞一切皆不是 但有言说都不是 这样来观佛法 所有一切的 不执着 无所着 那么 这个 黎晨光 他入得这个法门了 这个法门 就是什么法门呢 让一切众生 泄脱 怎么才能泄脱呢 灭一切众生的烦恼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 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 兜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花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新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 安详市集营 享受 一百零三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 演说大称 少龙火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情 弘扬佛法 立众生 不论昼月转法轮 开启生命电视台 佛陀教义广推行 各位生命菩萨 阿弥陀佛 佛要我们 弘扬佛法 立意众生 弘扬佛法 叫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 24小时 用卫星电脑 在全世界 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 一定要多打开 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 大转法轮 要多护持 生命电视台 那么 弘法以外 还要立意众生 那立意众生呢 各位叫放生 不失 超度 失失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 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 按照佛陀的教法 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家护院的骆驼 看家护院的骆驼 骆驼 被称为 沙漠之中 他们 可是生活在 沙漠周边 人们的 重要交通工具 但是 古斯家里的骆驼 除了帮他们家 骏书物资外 还能看家护院 我白天的时候 明明看到 他把那箱东西放在这儿的 怎么不见了 难道 被搬到屋子里了 臭骆驼 给我闭嘴 否则我让你好看 痛死我了 谁 谁在外面 不好 被发现了 快溜 放开我 你这个讨厌的家伙 快给我松考 快松考 说着 哈利克用力一拉 刷一声 衣服被拉破了 然后整个脸 朝地上重重摔去 但哈利克 飞快地爬起来 他的脸擦伤了 血一点点的渗出来 不过 他很快站起来 打开院门 飞快地逃跑了 此时 古斯和父亲 快速追出来 小偷 有小偷 来人啊 快来抓小偷啊 快抓小偷啊 发生什么事了 有个小偷 跑进我家院子里了 那有东西被偷了吗 没有 还好我家的巴图尔机警 他把那个小偷 给赶走了 邻居停后 纷纷朝骆驼 巴图尔看去 只见巴图尔 像一位将军似的 站在那里 他嘴里 还咬着一块布料 你们看 巴图尔嘴里 咬的是什么呀 应该是从小偷身上 扯下来的 这块布的花色 看起来好眼熟 好像在哪儿见过呢 是哈利克 他有一件 这种花色的衣服 对 是他没错 哈利克他平日里 就游手好闲 偷鸡摸狗的 没想到 现在竟然跑到 你们家里来偷东西了 不过巴图尔 真的很厉害 竟然连哈利克 那混小子 都能给挡住 哼 这个可恶的哈利克 可别让我抓住他 流进古斯家里 准备偷东西的 正是哈利克 他对古斯家的 骆驼巴图尔 恨得牙痒痒的 哈利克 你这脸是怎么搞的 唉 昨晚 被古斯家的骆驼 给弄的 什么 你的胆子可真大 他家的骆驼 可凶着呢 可不是吗 他家的骆驼 看门啊 看得比狗都厉害 你竟然还敢溜进他家 怎么样 没少吃苦头吧 别提了 那骆驼 咬住了我的衣服 要不是我使劲 扯开衣服逃走 差点 就要被他们抓住了 哈利克 你长点记性吧 千万不要招惹 那只骆驼 哼 别惹他 办不到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我绝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我看还是算了吧 你和骆驼 斗什么气啊 不行 我不会就这么算了 然而 几天后 哈利克在街上 遇到了骆驼 巴图尔 心怀恨意的他 偷偷跟在起身后 想借机报复 突然 巴图尔停住了脚步 巴图尔 怎么了 怎么不走了 巴图尔 你跑去做什么呀 是哈利克 哎呀 这骆驼疯了吗 别追我 哎呀 好痛啊 好了 巴图尔 是不是就是哈利克 那天晚上溜进我们家的 我知道了 好了 巴图尔 我们走吧 我看哈利克 再也不敢招惹你了 我非得给这只骆驼 一点颜色瞧瞧 让他知道 我哈利克可不是好惹的 几天后 古斯和他的朋友 正在野外放牧骆驼时 突然刮起了一场沙尘暴 他们迅速来到沙漠边缘的一个岩洞 岩洞外一只只骆驼正趴在周围 古斯和朋友们躲在里面 过了一会 沙尘暴慢慢过去 古斯和朋友们从岩洞里走了出来 这次的沙尘暴可真大 是啊 多亏我们及时找到了这个岩洞 要不真被这墙风给吹走 哎呀 巴图尔怎么不见了 还好我的骆驼都在 古斯 我看你家的骆驼 一定是被墙风给刮走了 这怎么可能 骆驼应对沙尘暴的能力非常强 怎么可能会被吹走呢 那你家的骆驼会跑到哪里去呢 不知道 不知道啊 他平时很听话 绝不会自己乱跑的 不行 我得去找他 你上哪儿去找呢 古斯 你先不要着急 说不定他自己走回家了呢 这不可能 只要我在这里 他绝对不会自己回家的 咦 这是什么 惨了 你的骆驼 人家的骆驼 他人家的骆驼 古斯,你别冲动,哈利克手里可拿着枪呢 正因为他手里有枪,我才要过去 我绝不允许他伤害巴图尔 冷静点,你听我说 哈利克手里拿的是土质猎枪,用这种猎枪根本打不倒骆驼的 更何况他自己现在也非常害怕 你说哈利克他害怕 对呀,你看哈利克的腿抖得那么厉害 古斯朝哈利克看着 果然,哈利克的腿抖得厉害 他手中的枪也在抖着 巴图尔愤怒地盯着他 巴图尔,你为什么要不停地追赶我 难道你真的通人性吗 没错,我是得罪过你 可是你咬过我踢过我呀 你别再追我了,我也不打你了 从此以后,我们和睦相处,怎么样 好吧好吧 你不愿意走,那我走可以吧 哈利克一边说着,一边慢慢地开始往后退 他准备逃离 巴图尔见他要逃便大叫了一声 然后一下子朝他跑了过去 哈利克大惊,他快速地抠动摆机 砰的一声,子弹射了出来 打中了巴图尔的驼风 巴图尔疼得叫了一声 然后愤怒地飞快朝哈利克冲了过去 不要啊 哎呀,真痛啊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古斯,巴图尔会压死他的 我们得制止他才行 哼,他刚才还想打死我的骆驼 这样的家伙不能原谅 古斯,大家都说做人心要好 多行善事 你看,哈利克他快喘不过气来 我们救了他 也许他能够改过自新的 好吧 巴图尔,快起来吧 快放开他 古斯,快救救我 古斯急忙来到了巴图尔的身旁 然后伸手拍了拍骆驼 骆驼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然后狠狠地盯了哈利克一眼 哈利克急促地喘息了一会儿 然后挣扎着爬了起来 谢谢你,古斯 谢谢你不计前仇救了我 如果今天你不帮我的话 我可就死定了 哼,这袋子是你的吧 我知道错了 我原本是想报复一下巴图尔的 可他实在太聪明了 古斯,请你们原谅我 我发誓 从今以后 我绝不会再做偷鸡摸狗 乱七八糟的事了 行了,你快走吧 古斯,你家的巴图尔真是聪明又厉害啊 当然了,他既能看家又能载货 他可是最棒的骆驼呢 嗯 吃树的心是快乐的 护身的心是感动的 念佛的心是平静的 护持的心是感动的